胡杨树的秋天 是阿拉扇俄吉那契的黄金季节 一年一度的赏树世界 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浪潮 似乎让曾经在古代丝绸路上 闻名于世的俄吉那戈壁 重现了往事的繁华与热闹 胡杨节已经成为中国北疆金色秋天的文化名牌 当人们息息于胡杨光彩的时候 有个人却一直关注着胡杨惨烈的处境 嘎比亚图的枯树林 在离胡杨景区不远的地方 我当明的二十多年当中 我是那些巨洋海 黑河一流 干涵了连续十几年以后 这个沿河一带的一些胡杨 一些树木都死完了 起初外地人甚至不知道 这些枯树是胡杨树 更不了解因为干旱和缺水 而一片片胡杨林 在仅仅几十年间变成现在的模样 仔细地巡视一遍枯树林 是嘎比亚图每天早晨做的第一件事情 找到他的交度以后 他就回过来 让枯树仅仅在艺术里活着 这不是摄影爱好者 嘎比亚图的最终目的 十年前 嘎比亚图怀揣仅有的十万块钱 和一顶蒙古包住进了荒漠 开始了他挽救枯树的计划 2005年 远远不到退休年龄的嘎比亚图 辞退了工职 用他买断工龄和变卖家产的钱 承包了主要以枯去的胡杨为主的五千亩荒墨 开始了与枯树为伍的生活 他一直想把铁树开花的奇迹 在荒漠中得到灵验 马上总觉得 我是一个土生土壮的 德基纳人 托尔库特人 做点吧 现在和现在还可以允许的情况 我就感觉 就这么讲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去做 一做不是简单了 这就空难 一连转就来了 沙漠里种树 一大难点是树苗的培育 有一批缩缩种子冒着早春三月恶劣的气候 泼土发芽 等这些树苗长到一定程度以后 嘎比亚图要把它们挪中到枯树林间 但是这些内野随时可能会被封杀 扼杀在摇篮中 这些树苗长到枯树林时可能会被封杀 这些树林时可能会被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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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级纳其十年九旱的气候下 处在西北风口的嘎比亚图的造林地 更是为十天九瓜的沙尘天气践踏的对象 头些年 嘎比亚图不知损失了多少房屋设施 后来他是来是去 想出了蒙古包连接大帐篷的办法 才结束了风餐露宿的日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干到那个第二年以后 我是那么想了 我说那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我跑过来往这儿来 受这个罪 我说我不干了 对吧 这个东西 但是每当看到有一些树苗盛火下来 总能让嘎比亚图产生一丝希望 把所有家当都投进沙漠里的嘎比亚图 在骑虎南下的境况下 走过了他的头几年 当时有人形容嘎比亚图 是荒沙里撒光了钱 渴望着金子发芽的人 而如今嘎比亚图三千多亩 长世喜人的缩缩树 已经在这里稳稳地扎下了根 当年嘎比亚图住进荒沫时 随身还带着一条小狗仔 如今幼崽已成了老黄狗 也繁育了自己的子孙后代 不断给荒沫增添了一些生命的气息 他也一直是嘎比亚图忠实的老伙伴 沙漠对生命的孕育 往往不在他的表面 被称为沙漠人参的左洋 在沙漠植物白刺的根部 寄生了三年后才刚刚露出 他的冰山一角 让嘎比亚图高兴的是 他找到了又一种 可以在自己的树林中 广泛播种的经济植物 充分利用葱绒索扬 等适合荒沫戈壁生长的经济植物的效益 来搞治理荒漠 获得生态和经济双丰收 这就是嘎比亚图一直想的 以制杀养制杀的思路 在这一段时间 嘎比亚图还觉得 有些枯树虽然没有希望复活 但他依然有挡风遮沙等潜在价值 嘎比亚图还觉得 他那个一些小型动物的话 在里面还生风 他那童童里面也长生 也隐蔽啊 这个也有好处 嘎比亚图的枯树林以北几百米处 就是俄吉纳河 起初嘎比亚图以为 从就近的俄吉纳河拉水或抽水 就能解决灌溉的问题 但是上游地区常年的节流 造成这俄吉纳绿洲 唯一的一条生命线 经常处于断水状态 这不仅导致沿河一带 之外的严重退化 也使得想靠水吃水的 嘎比亚图的造林计划 遭受了困境 嘎比亚图只好费尽周折 打了几眼深水井和塑管井 来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放在那树上去 在缩缩树苗 扎进土里的那刻起 他的存活全靠水的滋养 如同婴儿发育 全爱母亲的胃养 干旱已久的茫茫沙漠 简直就是个无底洞 灌溉起来异常艰难 反复投入的人力物力 曾经一度让嘎比亚图喘不过气来 他是一个小孩子 你不把他养活成 不把他关心好 长大成人 你这个孩子就成不了人 这个书就成不了财 这小虎养出来了 嘎比亚图多年的灌溉 不仅保障了搜搜树的高成活率 还真让在荒漠地下 沉睡已久的胡阳得以苏醒 按嘎比亚图的话来说 就是铁树开花了 铁树开花了 这是一个小的有时候 铁树开花了 这么小的一大小的小的小铁树 最后的小铁树受了 这个水的小铁树 那我来说 这一大小的二十年 这一年来就了 这一年来就到了 这一年来就好了 这一年来就好了 这个铁树开花了 这么多的一年来就好了 好 你看看看 这多好 嘎比亚头的枯树林里复活的胡杨 在逐年增多 胡杨俱有 长了千年不枯 枯了千年不倒 倒了千年不朽的美誉 嘎比亚图又加了一句 朽了千年不死 从嘎比亚图枯树林向东南十几公里处 就是西下名城黑水城遗址 自从十九世纪初期 黑城的雾被外国探险者们洗劫一空之后 沙漠似乎想充当起那段历史的遮羞布 把这里掩埋得愈演愈烈 嘎比亚图从小见证了这座古城残骸 和这片戈壁的进一步退化 沙漠似乎想充当起那段历史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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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城边的嘎比亚图当上了边防战士 那时黑城就在他的巡防线路上 在守卫边疆的岗位上 近日23年后 嘎比亚图回到家乡 当了一名文物工作者 那时他的工作重点就是对 黑城的文物考察和维护讲究 这种文物是如此 这种文字是在学校的文化 他在学校里的文化 这种文化的文化 这种文化的文化 他们也有这种文化 在我认为了 这种文化的文化 他计划是在学校里的文化 我计划了说 这种文化的文化 在学校里的文化 和学校里的文化 和学校里有的文化 现在嘎比亚图在达赖库布镇的家 离黑城只有四十来里地 但他平时难得回来和家人团聚 十年在沙漠的清除和投资 回报给家里的依然是空空的旧房和长长的期待 这些年嘎比亚图过去当文物工作者时 画的一些文物图案 倒是给妻子带来了一些精神上的收获 爱好服饰艺术的妻子 从嘎比亚图的描绘中得到了灵感 开始对黑城文物图案的探究 还写了一些论文和一部专注 嘎比亚图的造林地就位于黑城西北的大风口 当初嘎比亚图辞去文物管理工作 投入到这片荒漠的初衷之一 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黑城 而是无论的 算是 ray深的 好一直保护黑城市 在这帝里边的人 也有很多土墓 开车到黑城几分钟的路程 嘎比亚图有十一天走几个来回 十年前 嘎比亚图的自杀生涯 是先从帮助姐姐姐夫 在黑城周围植树造林而起步的 当年以年迈的姐姐和姐夫的执着 给了嘎比亚图很大的动力 现在嘎比亚图虽然经常见面 但是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他们谈除了植物以外 就是文物 多年来 嘎比亚图和他的姐夫苏和 在造林之余 还一直留心搜集黑城周围的文物古董 等待合适的时候 要称交给相关部门 他们还谈论过怎样建造个 黑城博物馆的话题 嘎比亚图虽然早已不是文物工作者 但那份责任感他一直没有丢掉 在没有相机的年代 他画的黑城画作最多 有了相机以后 他拍的黑城照片也最多 为了黑城少被沙子掩埋 他造起一片防护树林 为了追寻被盗贼藏下的文物 他多次独自穿过 人际罕至的大漠深处 这天 嘎比亚图在离黑城东北一百多公里的地方 又发现了一个黑城年代的年末 嘎比亚图每年总要抽出二十天半个月 来进行田野调查 其中一项内容就是考察散落在 俄吉那地区的和黑城有关的文物古迹 如果有什么新发现 他不仅及时通报给当地文物部门 还喜欢把自己的所见所闻 发布到自己的微博微信上 与大家分享收获 做过文物工作的经历 让嘎比亚图熟悉了本地的人文地貌 养成了无论走哪里 都不忘随身带些必要设备的习惯 维尤诞 memorized 孟宗和黑城 他就变成了个人的音乐 在皇后的边缘争辞了 但是 久不erv 8年 都把自己当时差弄了 这种疏见的 不能在交叉每年里的一位 这种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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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叛佛名的话 因为我能研究成了 这个能力的 七月初的胡杨 种子还没到采集和种植的时候 嘎比亚图这次遇到了稀有物种 戈壁芭蕉 也算是又一个不小的收获 寻找适合在自己的领地 菠萨推广的物种 这是嘎比亚图长道野外 转悠的另一个目的 嘎比亚图一直琢磨着开辟一种能够缩短葱容生长周期的方法 嘎比亚图一直琢磨着开辟一种能够缩短葱容生长周期的方法 为此他多雇了几个农民工 很开心 柔聪容他是在琐瑟根本吸收琐瑟的这个养分以后成长的一种妖宅 琐瑟能活五十年 他能在琐瑟树不死的情况下 他能活二十年 中进去以后他有两年到三年已经就出土了 这个图是一种配好的营养图 就是营养图 牙刺 牙刺以后往前绑点 往前绑点 嘎比亚图试图把缩缩树长大了以后 才补种葱容的老办法 改为树苗和种子同时入土 一起培育 一起收获生态经济双效益的新做法 在枯树林间种植 枯树能为树苗挡风必杀 而不断给树苗和葱容进行灌溉 又能让枯去的狐羊得到复活的机会 这可谓是嘎比亚图一箭三雕的好办法 大片大片成熟的缩缩树 覆盖了五千亩的荒漠 抵挡着狂风和沙尘蔓延的脚步 嘎比亚图十年的心血 换来的不仅是沙漠的改观 这些号称戈壁人身之王的葱容 是嘎比亚图又一个劳动果实 从撒进土里的那一刻 到琳琅满目的开花节 再到如今的丰收节 葱容生长的每一步 都充满了嘎比亚图的期待和心系 只要这一步 就像销一竞的主意 作文了 这一步 是真正相诚的 果然成功 而找出了三十四年 还是紫荞的 这一步 最后一步 一步 等待两年才出土的这些葱绒 还要经过晒干 山玄等工序 这些沙利般细小的种子 是嘎比亚图多年心血的结晶 是它继续植树造林的珍贵本贱 丰收的当然还有胡杨树 嘎比亚图枯树林里复活的胡杨 摆脱了九日的枯朽面容 迸发出四季长存的活力 胡杨节正值十月一的国庆长假 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游客 云集在这里 主要是为了一睹 这一转瞬即逝的满目金色 白板 胡杨的黄金季节虽然短暂 却每回迎来七十万人次的旅游浪潮 给不到四万人口的俄吉纳地区 带来一年一度的非凡热闹和巨大商机 三百多年前 土耳护特蒙古人从遥远的福尔加河 迁徙到俄吉纳河畔时 胡杨林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优良牧场 和世代家园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依然共享着胡杨树的天然恩赐 当然也有不少流浪商人 乘着短暂的胡杨节 酝酿着顺时报复的发财梦想 而对胡杨树不求索取的嘎比亚图 在自己的枯树林里奉献了整整十年 近些年 随着嘎比亚图枯树林的改观 和他自费治理荒漠世纪的传播 慕名而来的游客也逐渐多了起来 然而 游人的增多 让嘎比亚图常常感到左右为难 如果让大家随便参观 会时常发生树苗被踩踏 枯树被折断 从容被盗等事情 想来想去 嘎比亚图硬着头皮做出了 把自己的造林营地暂时封闭起来 让游客自愿交点门票费的决定 为此嘎比亚图把自己全部家当 都投入到治理荒漠 保护胡杨的经历 以及目前还一直在透支造林的处境 写在了挂牌上 他请求众人谅解 他以这种方式积攒点植树造林的后续补贴 这几个 我们的四个 四个啊 四个是优惠一张 这写得很明白 这是四个 三级生产 这你们玩好 一二三四五六 还差一个 这小伙子这 这不对啊 你个人五千收钱啊 多少钱一个 票 没有权利收钱的 谁 我 我没有权利收钱 这些人资源自卷 这不急了 先我们先进 进吧 进吧 对于嘎比亚图的制杀造林 人人表示赞叹 他们觉得这种公益事业 应该得到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但也有人认为 自愿不自愿 也该有个明文规定和明确标价 那边是国家的 这边是你哥 有的人则不管三七二十一 干脆自行闯入 而嘎比亚团 而嘎比亚图一直觉得 不顾保护 不思投入 只重是眼前获利 那么今天的胡杨林 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枯树林 我经过你们的赞助 你们的支持 我会把这个保护 应该应该应该 来拍出来 什么季节 或者是什么地方 早晚什么时候都可以拍 留下这么好的美景 很感谢很感谢 旅游旺季之后 是一段比较悠闲的日子 是一段包括 嘎比亚图在内的摄影爱好者们 精心捕捉 纯粹愉悦的世界 一些绘画名家的光谷 经常让嘎比亚图得到 另一种收获的喜悦 写生的不是写实 它也是写感 现代通讯手段 让嘎比亚图 把自己的空间 拓展到四面八方 荒漠中的夜晚 也总是变得有趣和多彩 嘎比亚图 嘎比亚图心灵的戈壁 总是充满着活力和美好 嘎比亚图十年的汗水 唤醒了一大片 濒临死亡的物重 让戈壁回归了 久违的风光 这一片片叶子 便是坚守家园 呵护生命者 灵魂的光彩 是阳心灵魂的 都充满着 正当线 老雨 都充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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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